施工單位特別像鄉長沈青山 以及主席詹旺斌還有代表們 說明中央路目前工程範圍跟進度 畢竟這條道路是鄉內車輛最多的道路之一 攸關許多民眾的交通安全 所以公所才會積極爭取這項建設 改善了 這次我們代表會議省專領支持 要由我們來到水利會協調提供水利用地 來做一個禁地利用 把一段還有歐山段來做一個路側的改善 全部總長度有差不多將近兩公里 那拓寬的寬度有拓寬到十一米 還有八九米的寬度 應該做好之後 對我們眾議院這裡的民眾出入 幾乎是全鄉十四村的民眾 都會走這條路 日後可以讓車輛通行比較安全 那區域就排水了 不可以順暢一下 另外主席詹旺斌表示 中央路還有連接許多重要道路 因此安全性不可忽視 所以要求施工單位重視品質與進度 希望能如期完工 尤其我們中央路還在那個 我們高鐵通勁 後來我們高鐵來說 他們是串連到我們 縣民大道和我們美湖路 非常重要的一個道路 雖然工作它的經費沒有很多 不過我們代表會這邊是全力來支持 因為這是八成的需求 我們可以把道路做好看 做好舒適 做好安全 這非常重要 在這裡因為我們特別來看 希望他們現在一定是十月份 可以完工 我們在這裡督促我們的包廂 我們工廠這邊要好好去督促 在我們前十月份工 要把它做得好 中央路改善後 六個工區部分 不但會遷移電線桿 路面會拖寬到九米 以及十二公尺不等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